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夏天经常吃的一个小吃 我不知道这个凉粉在你们那边呢是吃什么样的口味的 反正我小的时候啊吃个凉粉就跟那个凉皮差不多 虽说这个凉粉呢也算是一个童年美食吧 但是我的童年呢吃个凉粉还是比较困难的 一般是有集市的时候或者是唱庙会的时候才有的吃这个凉粉 我从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凉粉做法真的是超级超级简单 那话话都说咱们开始吧 只需要一包简简单单的豌豆淀粉 豌豆淀粉的用处上面都写了制作凉粉或者是嫩肉 嫩鱼然后炸酥肉 制作凉粉的配比很简单啊 就是一碗豌豆粉 六碗水 先把这个豌豆粉搅一下 开始搅的话可能会有点费劲啊 咱慢慢来 就搅成这样就行了啊 开始准备下一步 剩下的五碗水我们就倒在锅里面 开火在水四开非开的时候啊咱们关个中火一边倒一边搅啊 现在已经粘稠了啊 朝一个方向脚 做这个凉粉最好还是选一个不粘锅啊 嚼着玩意真累啊 嚼成这个样就可以了啊 晶莹剔透的 准备一个碗稍微来点油 等会比较好脱模 倒进模具 再摇晃一下 让它平整一点 静置三个小时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准备 等待我们这个凉粉呢已经完全的凝固了 开盖 好 水嫩啊 刮凉粉的话 我们准备的有这一个刮刀 专门刮凉粉的 刮刀一定要沾一下水啊 看到没有 我们的凉粉成了 碗底垫豆芽 黄瓜丝 刮好的凉粉就摆上去就行了啊 现在开始加料啊 一勺蒜汁 一勺花椒水 一勺辣椒油 再稍微点上几滴醋 上面再来一点灵魂小葱花 凉粉的话就做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那个味啊 今天是凉粉 没有任何客气 放心 完整的手工凉粉 搅拌一下 尝尝这个味儿 我吃好几口哎 你这怎么很辣呀 吃了里面有个蒜水是吧 嗯 有蒜水大蒜水 加了半粉料还是 半什么粉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为什么啊 因为你这个 入口即化 往里一吸的时候 那这粉都化掉了 然后那水立马就冲了嗓子眼了 知道吗 你们吃的太猛了 我小时候吃的就这个味 在你们那是没有的 没有这种 从鼻子里穿出来 我最开始吃个凉粉的时候 我们老家唱大戏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两毛钱一碗 你这个东西 它真正的 它是入口即化的吗 我吃小时候吃的 也就是这样的 它没有一点嚼劲 没嚼劲 这有嚼劲就见鬼了 对于我们这边 我们是甜的 知道吗 就是冰粉 有嚼劲的辣一点的就是凉皮 所以我们第一口看到的时候 就不会惊讶 但吃的时候肯定就不行 有点像凉皮 看得像凉皮 但吃的就冰粉 怎么跟你说呢 不是今天我要放辣椒 所以我小时候吃的 没有辣椒就不想 美方不怎么吃辣椒 但是要放那个金街 什么街 金街 你能说人话吗 它这名字叫金街 我不知道那啥玩意 不是 我朋友还让你吃了吗 你忘记了 我做的捞面条 还拌了一个黄瓜 啊 没想起来 就是那个黄瓜拌番茄里面加的金街嘛 金街从我老家运过来的 啊啊啊啊 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这叫什么没想起来 但是我有印象啊 长什么样子 我忘记了 它只不如你做的那个面条 入口即化的 我就觉得甜的好吃 我之前做也是入口即化 那有点像果冻你知道吗 果冻果冻 对对对 用果冻嘛 如果你这个哈 嗯 你就直接刮出来 你加点红糖 红糖 有点吗 加点红糖啊 白糖都可以 我们就贼贼虾 哎 真的 那可以上个凉大桶 我可以上两盆 这种白白的哈 加那种红糖 红糖水 就是那种糕一样的那种 糖浆那种 对 然后我们估计连汤都喝得完 对 或者加蜂蜜 蜂蜜也可以 奇了怪了 北方吃凉 我吃咸的 你们吃甜的 粽子你们吃咸的 我吃甜的 哈哈哈哈 你们可能觉得这个 不对你们的口味对吧 它味道好吃 味道好吃 我跟你说了 它缩进去的时候 它没有嚼劲 然后入口即化 我们就会想象成冰粉 冰粉的话就是甜的 如果有嚼劲 那就是凉皮 知道吗 凉皮它有一点嚼劲 看这个料的话 我们就觉得是 凉皮的料是吧 对凉皮的料 好了 咱们本期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点个赞 咱们是 好 兄弟 下期再见 拜拜